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即將要重新上映 知名導演Christopher Nolan的超級英雄電影《黑暗騎士》三部曲 在超級英雄電影當道的現在 漫威靠著《復仇者聯盟》長達11年的精心布局 佔據了大半江山,也把對手DC壓著打 但你知道早在2005年,也就是《鋼鐵人》推出的三年前 DC只憑著蝙蝠俠一個角色就稱霸了超級英雄電影界嗎? 由Nolan所指導的《黑暗騎士》三部曲 分別是2005年的《蝙蝠俠開戰時刻》 2008年的《黑暗騎士》 以及2020年的《黑暗騎士黎明升起》 這三部電影不只票房亮眼,口碑更是驚人 除了三部都入圍的IMDB網站250大 第二集《黑暗騎士》更是以9.0的高分長年盤踞第三名 我們之前在幫《復仇者聯盟》系列做解析時發現 漫威的厲害之處在於 除了每部電影分開來看都極具娛樂性之外 他們更透過了每部作品之間的串聯與伏筆 傳達了一個更宏觀並且完整的故事 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早在漫威之前 諾蘭的《黑暗騎士》三部曲就已經做到這件事了 有別於大部分以超能力為核心的超級英雄電影 《黑暗騎士》三部曲裡的每個角色都只是凡人之軀 但諾蘭卻透過寫實的手法 讓蝙蝠俠升華成為一個象徵的同時 又讓這個象徵經歷殘酷的考驗 甚至一度被徹底摧毀 最後再讓他從灰燼中重生 而除了主角之外 三部曲中的配角跟反叛們也各個有血有肉 例如虧血可靠的管家阿福 盡責卻無力的高登局長 乃至於一陣一邪的貓女、老謀深算的《忍者大師》等角色 刻畫都非常地深刻細膩 更別提由已故隱星希斯萊傑所飾演 有影史最佳反派之稱的小手 當年還靠著他精湛的詮釋 成為了第一位以超級英雄角色贏到奧斯卡的演員 其實這三部曲每一部都有人生一片清單的水準 不過因為這次是同時重新上映 因此我們想要先用之前引用過的許容哲老師的《把星人公式》 來告訴你這三部電影是如何相輔相成 成為了名流影史的不敗經典 如果你有想看我們單獨解析某一部的話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也可以透過加入頻道會員 除了讓我們能夠製作更多優質影片之外 還可以獲得許多專屬的內容以及禮物 這樣我們這次就準備了五本許容哲老師的著作 《三分鐘說18萬個故事,打造影響力》要送給大家 參加的辦法在影片的最後喔! 許容哲老師在他的著作《三分鐘說18萬個故事,打造影響力》裡面有提到 所有的故事基本上都遵循著七個步驟 也就是他所說的《把星人公式》 目標 阻礙 努力 結果 意外 轉彎 結局 目標 主角的目標或目的是什麼? 阻礙 他遇到的難題與挑戰是什麼? 努力 他做了哪些努力來克服阻礙 結果 他的結果如何? 意外 若結果不好,代表努力無效 但有超越努力的意外可以改變這一切嗎? 轉彎 意外發生時情節會如何轉彎? 結局 最後如何收尾? 如果我們把《黑暗騎士》三部曲套進這七個步驟的話 大致可以得到以下這張表 看到這張表你是不是有點意外? 怎麼明明有七個步驟 但是首部曲占了四個 三部曲只占了兩個 而受到最多人喜愛的二部曲竟然只有一個? 的確我們剛剛填完的時候也有點詫異 但仔細一想 這就是諾蘭三部曲的厲害之處 也就是用三部電影說一個故事 有別於一般的系列電影 續集推出時往往是先看前作的反應來決定劇情走向 但是劇組通常因為想要複製前作的成功要素 導致大部分的續集不是缺乏心意,只是歪樓 但很明顯地 諾蘭的三部曲非常用心地在每部電影裡慢慢鋪陳 而當觀眾看完三部曲時 一次全部融會貫通,並徹底地被故事給打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諾蘭在她的作品裡 喜歡將故事的時間線打亂 因此我們發現 這七個步驟不一定完全按照電影的時間軸呈現 雖然在觀影時必須格外用心 但反而能夠讓每部電影前後呼應 看完之後獲得更大的感動 接下來我們將詳細分析三部曲中的劇情 看看諾蘭是如何說好《黑暗騎士》這個故事 《蝙蝠俠》的背景故事相信大家都已經非常熟悉了 她的真實身份是高壇士的天之嬌子 孤兒億萬富翁布魯斯·韋恩 她在年幼時父母在一樁搶難中喪命 造成的陰影讓她在成年之後決定盡自己的一切力量 打擊罪犯並且阻止高壇士的沉淪 在這個版本裡 布魯斯曾經嘗試用報復的方式泄憤 但是即便殺死父母的兇手死在眼前 依然不能讓她找回平靜 她發現恐懼是一切的根源 而高壇士的二勢力就是透過散播恐懼來作惡 不只讓市民敢怒不敢言 就連執法單位也被迫屈服 為了要能夠對抗罪犯 她始言要成為罪犯們心中的恐懼 不只如此 在親身參與過犯罪集團以及隱無者聯盟的失戀之後 布魯斯領悟到 光是阻止罪犯是不夠的 她必須要成為一個象徵 一個讓所有罪犯聞風喪膽的符號 但若是要做到這一點 她就不能夠做出跟罪犯同樣的事 而是要更加嚴厲地要求自己 因此她不使用槍械,也絕對不傷害人命 唯有如此,這個象徵才能夠站穩正義的立場 而不會淪為像隱無者聯盟一樣以暴制暴 甚或是靠著摧毀一切來重建秩序 乍看之下,《開戰時刻》裡出現的各個反派 例如《稻草人》、《引物者聯盟》、《黑幫》 或者是《微波發射器》 這些全部都是布魯斯成為正義象徵這個目標的阻礙 但事實上 那可只是用來呈現表面戲劇效果的衝突 布魯斯真正的阻礙,是她對於自己的質疑 更準確地說,是她自身的恐懼 電影的第一幕我們就看到 幼年的布魯斯玩遊戲時不小心跌落了古景 山洞裡豐有而出的蝙蝠從此成為了她的夢魘 不只時常讓她夜不成眠 甚至還因為對蝙蝠的恐懼 導致她要求父母提早離開歌劇院才會造成他們的死 成年之後的布魯斯因為無法面對自身的恐懼 只好求助於憤怒 她以為如果能夠親手報仇 就能夠從害死父母的罪惡感中得到救贖 但即便看著兇手在她面前被殺 布魯斯卻絲毫沒有喜悅 更對於在幕後掌控著高坦士的惡失力感到痛恨 她雲遊世界參與犯罪 希望透過理解罪犯的世界之後 讓她能夠找到打擊罪犯的方法 她希望透過自身的強大 來掩蓋內心的恐懼與軟弱 但是憤怒只能夠將恐懼偽裝起來 布魯斯也深知,如果長死以往 她總有一天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氣 在面對罪犯的過程中失去分寸 而如果她做不到言以律己 就會在伸張正義這個訴求上站不住腳 最終導致一切徒勞無功 經過了幾年的犯罪生涯 布魯斯雖然對犯罪世界有了更深的認識 但她卻依舊迷惘 直到在監獄中 她遇見了引武者聯盟的領袖 忍者大師Raz Agur 並且以教會她克服恐懼和打擊罪犯為誘因 欺引布魯斯加盟 在忍者大師的教導之下 布魯斯具備了能夠對抗罪犯的能力 也學會了克服自己的恐懼 更在面對忍者大師要求自己殺人的當下堅守原則 宣告自己打擊罪犯的決心 但絕對不會成為動用私刑的筷子手 叛逃引武者聯盟之後 布魯斯回到了高談市 將自己的恐懼實體化成為蝙蝠 以蝙蝠俠的身份開始伸張正義 但是成為蝙蝠俠談何容易 布魯斯即便加財萬貫 也是費了一番功夫跟吃了不少骨頭 更花了不少冤枉錢,才做到了 諾蘭的三部曲另一個令人著迷的地方在於 他雖然是一部超級英雄電影,但卻非常寫實 不只有別於以往的蝙蝠俠作品 布魯斯韋恩的動機更加有說服力 就連他的造型和裝備都被賦予了 由軍用設備改造而成的特色 除了增加可信度之外 更大大降低了一般超級英雄電影裡華麗浮誇的觀感 不過在當蝙蝠俠的同時 布魯斯還得維持他原本的身份 而為了不讓人懷疑,他也被迫違背自己的本性 刻意營造出億萬富翁花花公子的形象 這補著讓他被心上人Rachel多次誤會 最後甚至還陪上了父親跟韋恩家族的名稱 而這些都是其他版本的蝙蝠俠不需要面對的 在開戰時刻的最後 布魯斯戰勝了原本的恩師忍者達師 破壞了引物者聯盟想要摧毀高坦士的計畫 在這個過程中,他更加認識了自己 也獲得了Rachel有條件的告白,撫慰了他的心靈 作為蝙蝠俠,他也找到了高登這位可靠的戰友 高坦士也漸漸地出現了變化 只是人性本惡,只要有人就會有犯罪發生 蝙蝠俠的出現也意味著會有更厲害的罪犯即將誕生 此時布魯斯雖然信心滿滿 但他卻不知道自己所象徵的一切即將面臨最大的挑戰 你應該已經發現,如果光是看這三部曲的口碑 觀眾的喜好度跟電影的步驟占比剛好呈現反比 而當諾蘭在《黑暗騎士》中花了整整一部電影的時間 來講蝙蝠俠所遭遇的意外 結果就是成就了三部曲中最震撼的一段 而這個意外幾乎可以只用兩個字來總結 那就是小丑 這個系列裡的小丑第一次被提到是在開戰時刻的最後 戈登告訴蝙蝠俠,有一股新的勢力正在崛起 其中就包括了這個喜歡在犯案現場留下一張鬼牌的小丑 在《黑暗騎士》裡,他首次登場就策劃了一起完美的搶案 並且很快就讓高壇士的黑幫老大們臣服於他 但是小丑並不是想要成為高壇士的地下霸主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摧毀蝙蝠俠 只是小丑心目中的摧毀並不是要殺死他 而是要破壞他的信念,讓他從根本崩潰 如同我們剛剛提到的 蝙蝠俠之所以能成為正義的象徵 並不是他打擊罪犯的能力 而是他靠著堅守原則以及超越世俗的標準 但是小丑的強項就是洞察人心中的矛盾 他不認為這個世上有不會墮落的人 更不相信有無法打破的原則 而他也透過了狡詐卻精準的計謀 一步步地瓦解了布魯斯的信念 不管是挑撥市民、刺殺知道布魯斯身份的會計師 還是用肉身挑釁蝙蝠俠開車撞他 乃至於最後欺騙布魯斯讓他無法拯救心愛的瑞秋 都是在逼迫布魯斯屈服於他自己的本性 在徵訊室裡 小丑對著向他言行考打的蝙蝠俠說 你沒有任何可以拿來威脅我的東西 因為他對世俗的一切都看不上眼 黑幫追求的金錢與勢力他不在乎 甚至連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套句阿福的話 有些人只想看到這個世界焚毀 而俗話說得好,不要的人最大 對於小丑這種毫無所求的人來說 的確在某些層面來說,他是無敵的 而面對這樣的敵人 布魯斯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無力 甚至還多次想要放棄 不管是揭露自己的身份,還是動念殺死小丑 而且最後還得要靠著說謊 來掩蓋被小丑黑化成功的哈維丹特所犯下的罪行 好維護民眾心中殘存的希望 在黑暗騎士的最後 雖然布魯斯戰勝了心中的掙扎 沒有殺死小丑,替瑞秋復仇 可是小丑還是成功地摧毀了布魯斯的信念 讓他在替丹特背下黑鍋之後不再當蝙蝠俠 因此小丑雖然被抓入獄 讓世民互相殘殺的計謀也沒有得逞 但是他毅然成功地打敗了蝙蝠俠 小丑事件過去八年了,高譚士在蝙蝠俠跟高登的謊言之下 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時期 看到犯罪率大幅降低,加上失去愛人瑞秋 布魯斯發現蝙蝠俠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於是身居減出,而多年來身體上受到的傷害 隨著年歲,逐漸殘食著他的身心 但高譚士的和平只是表面上的假象 私底下一個新的危機正在崛起 而領頭的班恩不只跟布魯斯一樣施出忍者大師 他的兇殘與狠毒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很快的班恩策劃了幾幾攻擊 讓高譚士瞬間再度陷入混亂 此時能夠力挽狂瀾地 似乎只剩下消失了8年的蝙蝠俠了 但是布魯斯這個時候選擇挺身而出 表面上固然是想要阻止班恩的計畫 但其實卻有一個更深層而且令人心酸的用意 那就是他已經不想活了 他希望能夠用自己殘缺的身體 替高譚士做出最後的壯烈犧牲 但是殘忍的班恩可沒打算這麼輕易讓他如願 在打斷他的背之後把他丟入了深淵地牢 並且刻意讓他苟延殘喘 好讓他親眼見證他終其一生守護的高譚士崩壞 然後才會讓他帶著絕望死去 布魯斯並不害怕死亡 但他卻對自己的無能為力 以及高譚士看似無可避免的結局感到害怕 但奇妙的是 原本視此如歸的布魯斯 在害怕死亡之後反而找到了活下去的動力 布魯斯發現他一直以來試圖克服的恐懼 原來並不是一件壞事 甚至可以說他原本以為沒有恐懼才能勇往直前 但如同班恩所說的 他作戰時像個年輕人般毫無保留 雖然值得尊敬但大錯特錯 反倒是後來他被打入深淵時 因為害怕死在地牢 害怕高譚士遭到毀滅 才給了他站起來的勇氣 後來在做出信念之月時 也是因為身上沒了保命的繩索 讓他再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怖 才激發出深藏在內心的力量 成功逃了出來 我們覺得黎明升起的這個安排實在是太妙了 因為在開戰時刻時 布魯斯費盡了千辛萬苦就是要學會戰勝自己的恐懼 但沒想到經歷過黑暗騎士的意外之後 讓他得以重生的轉彎 竟然又回扣到了恐懼的主題 不過這次恐懼不再是阻礙 反而是他最大的動力 在恐懼的催動之下 布魯斯逃出了深淵地洞 即使趕回了高坦市 並在眾人的協助之下 終於阻止了班恩的計畫拯救了所有人 我們覺得在最後的大對決裡 打動人心的並不是布魯斯終於一血前耻 在一對一單挑中打贏了班恩 而是故事再次套回了整個系列的核心 也就是正義的象徵 要知道勇氣並不是義無反顧地犧牲自己 而是為了值得自己保護的東西拼死捍衛 當那群在地底被關了三個月的警察 對著武力懸殊的敵人衝過去時 他們每個人都害怕極的 但因為想要保護的東西更為珍貴 才讓他們獲得了超越恐懼的力量 這種體悟正是由走過了同樣經歷的布魯斯 以蝙蝠夾之姿再度回到高坦市時帶給他們的 而這種願意用生命捍衛的決心 就是讓整個高坦市一起升華成為正義的象徵的關鍵 當然為了戲劇性需要 布魯斯在最後一刻還是修好了蝙蝠戰機的自動導航系統 而他也因為找回了活下去的理由 沒有選擇壯烈的犧牲 而是隱性埋名 從此過著屬於他的人生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喜歡這個永遠不敗的三部曲了呢? 這三部電影即將要在電影院重映 如果你想重溫的話,現在會是個好時機 而要是你有想看我們解析某一部作品的話 也請在留言裡告訴我們喔! 另外若你想要得到今天影片裡引用的許榮哲老師這本書 3分鐘說18萬個故事的話 只要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你對這個三部曲的感想 我們會抽出兩位觀眾以及三位會員 每人可得到一本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影片更新 除了訂閱和按小鈴鐺之外 也歡迎到Facebook、Instagram以及Line上面追蹤我們 收看更多《那些電影教我的事》!